我講的 把這些第一個下載下來 第二個的話呢 寫到資料庫裡面 資料庫產生一個資料表叫score01 score01裡面我們要放四個欄位 姓名跟什麼 國文、英文、數學吧 所以我就偷懶 這邊 A 的話就是 test B、C、D 都是 integer OK,然後 is q 所以建一個資料表 再來的話呢 做什麼 開啟這個學生成績有沒有 然後再來 really like 並且我底下請各位就利用什麼 我剛剛講的用 excuse excuse many OK,所以這邊我是用 excuse many OK 還記得吧 反正應該要最好就是現學現用 如果忘記 沒有關係 盡量 這些東西你可以把它收入成範本 範本以後就可以拿來參考 照著改總會吧 而且結構不複雜嘛 反正你就照著做 做得出來以後會用 你就照這樣用 而且工作裡面說真的沒有那麼複雜 反正大概用來用去這些都夠了 我發現很多同學說 老師你以前東西照 就是以前的東西我都留下來 他說我都拿你的來call來改就好了 他一直很覺得很好像自己沒辦法從頭寫 他覺得好像對我有虧欠感 沒有關係你現在會call會改就已經很厲害了 沒有全部忘記會用其實就很棒了 那之後當然如果你有段時間之後你用久了你才會慢慢變 沒有關係 OK 至少你有拿來用 所以就把剛剛的東西再跟那個之前的成績部分結合 OK這大概有時間可以做 另外還有一題 這一題最難 因為剛剛之前我們有一個叫全省郵局地址 請你把它全部批次轉到資料庫 幾個檔 25個檔 25個檔要全部全部轉換到資料庫 因為如果你是檔案我跟你講要做全文檢索 就沒辦法 比如我希望找在哪一個地址上面有沒有郵局的話 那如果我們用檔案怎麼查 你總不可能說一個打開然後查一個打開一個慢慢查 是也可以是效率很差 所以最好的全文查詢方法 直接倒到資料庫 用slate來查關鍵字就好了 OK 可是問題第一步 你要怎麼樣 把全省郵局地址 批次寫到資料庫裡面去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這邊的寫入 曾有發生過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因為好像有一個檔案 好像是哪個檔 這邊有 好像是在那個什麼 三重那個檔 有一個部分有出現問題 好像南京東路這邊 這個檔 台北的 台北這個檔好像在最後 本來每個都是三個檔位 可是那個檔剛好 其中有一行 一筆資料 是五個檔位 就多一個檔位 變成說應該是一個蘿蔔一個坑 四個坑就四個蘿蔔 結果他變五個蘿蔔 糟糕放不下 他會跟你講說 你只有四個坑 可是你給我五個蘿蔔 我放不下 他會有出現錯誤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能要先手動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全省郵局地址 我之前好像把它蓋過了 所以全省郵局地址 這邊變歐了 這個之前是把它做合併了 把它這邊改回來 那你們可以把這個 全省郵局地址 如果你之前舊的假設沒有 你沒有 你再重新再下載重新解壓說 那其中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台北 台北這邊 你往下拉 好像到那個這裡 這個地方 他變成說他一二三四 多一蘭油蔔 所以怎麼辦呢 你把油蔔這個乾脆加個刮鬍算了 這個主要是這個空白 這個把它先刮鬍拿掉 把它刮鬍起來好了 可以至少可以解決 你將來轉檔會發生的問題 那總共會有25個檔 我把它儲存一下 所以台北這個可能有問題 然後我們需要怎麼樣 先把所有的全省郵局地址先把它讀進來 然後呢在我們的資料庫裡面建四個欄位 因為剛好就是帳號 所以我有上網查帳號 局號 局名 跟地址 所以你要怎麼把它合併最簡單 直接丟到資料庫這裡 要不就是像之前合併嘛 合併完再篩 要不就是一邊開一邊篩 看哪一個簡單你就怎麼寫 因為像這一題 兩個方法都可以 只是說效率 效率其實也差不多啦 根本差距應該是在 在毫秒以內吧 所以其實怎麼寫都OK 最重要你要看怎麼寫比較簡單 是說先合併 再寫進去 好簡單呢 還是說一邊開一邊寫比較簡單 如果以我們之前寫過 我們之前已經寫過合併了 所以我們乾脆就合併再接著做 可不可以 另外呢 如果你合併完再寫 這個OK了 你也可以試著再做第二種方法 再比較一下兩種方法 到底哪一種方法比較簡單 這也許有時候像我的習慣就是 反正我多try幾種方法 那我再從其中一個挑出最好的方法 OK 那這樣的話 其實也是累積你那個功力的好方法 因為怎麼樣程式才會越學越好 就是你要抓到最好的寫法 你慢慢就會越有心得 OK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先試一下 那等於也把這一題稍微複習一下 因為這一題實在是 對同學來說已經相當困難了 而且這一題已經是 之前檔案讀取裡面最困難的 因為裡面用了蠻多東西的 像那個OS有沒有 OS 我們就用OS.work就好 我們就不要用那個OS.system 因為OS.system 是要丟那個DOS底下的DIR命令有沒有 OK 因為我之前講過 我們先本來是 我原來想到的第一個方法 後來我方法 那第一個方法不OK 我就用OS.work OS.work它會 回應三個東西給我們 一個是root 一個是files 一個是dirs 一個是files 那我們只要針對files去抓它的檔名 然後一個一個讀取 可是如果說 我假設不要合併 我乾脆就直接怎麼樣 因為合併好像多個動作 我乾脆就一邊開我也不要合併了 我一邊開我就寫到資料庫就好了 我就不要合併了 OK 這樣好像我覺得好像不要合理 那你合併完之後再去塞 好像有點多詞一句 對所以想想看 一邊開一邊寫 一邊開一邊寫 OK 試一下 剛剛講過就是台北的那個檔會有問題 因為它有一筆資料多一個空白 會造成錯誤 希望把那個就是全省郵局地址 這些25個檔案全部都寫到資料庫裡面 做一些我們要的報表 比如說要統計一些相關資料 可能其他的看要找哪些資料 至少我要先把資料先倒到資料庫 我才有辦法做後續的 所以第一步我剛剛講 我可能會第一個問題 就是台北這個 你給它改一下 我是把這邊有沒有有物這邊改瓜糊 空白拿掉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這邊總共會有25個檔案 那你大概25個檔案 那你要在直接寫到資料庫 困難度可能比較高 但是如果只要寫一個檔案 也就是說你可以把三重這邊 它的結構一定是什麼 帳號、橘號、它的名稱跟它的地址 那我要產生四個欄位 OK 那這四個欄位的話 我就一個一個讀 Splitter的話 我就中間用空白的部分去把它做切割 那切割之後的話 我再把這個切割的結果放到一個list 裡面用excuse many直接執行 好像比較簡單 所以我就按照剛剛的寫法 其實甚至可以把剛剛的層次貼過來改就可以 裡面大概幾個地方 一我先做三重好了 所以三重要怎麼開呢 第一個也是一樣 前面三行應該沒問題 一樣放這個資料庫 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 也是拿剛剛的 drop table if pose pose 我把它改名稱 pose01 然後create一個table 叫做pose01 它的欄位呢 就abcd OK 四個欄位 當然 如果你不喜歡用abcd 你覺得太抽籃 你可以改一下沒關係 然後呢 excuse 這個特別注意 剛剛同學也有忽略一下 其實特別注意 上面這個是只是語法 下面才是真的執行 所以如果你有出錯 比如說他跟你講說 理論上是上面這一行錯 OK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有上面這一行 沒有下面這一行 那等於是沒有執行 OK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執行之後 再來的話呢 我們open open的位置就三重就好 所以把那個三重 剛剛的這個檔案怎麼樣 把它open進來 open之後的話呢 r用realize OK 然後呢 接下來我怎麼樣 可以把它print出來看 OK 也許你可以分階段 第一階段 我先第一個任務 先把它print出來 三重看一下有沒有OK 看一下 1 2 3 後面有個換行 其實這個換行應該要拿掉 怎麼拿掉 我們剛剛有講過 然後分別一個一個的 幫我把它輸出 OK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再來怎麼樣 怎麼樣 再把後面的東西加上剛剛講的 就是我先產生一個什麼 一個例子3的空的串列 然後呢 再做什麼 再把它讀到這個 就把那個這個檔案裡面的資料讀進來 然後一樣spread 然後並且去掉 這個要spread 我後面去掉那個 這個尾巴的部分 那個換行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 一樣用切割 不過切割的話 我是用空白 不是用豆點 空白 然後append的進來 好 不過這一行 寫到這一邊好像 pread 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這個就pread 不用print 我就直接 再來insert into 記得寫在這個位置 post value 總共四欄就是四個問號 並且執行SQL語法 並且丟一個串列給他 這個剛剛講過 commit 然後呢 最後放進去之後幫我查出來 我只要把它全部查 裡面就是把我的這幾欄 全部的結果 幫我查出來看一下 要不ok 看一下 裡面三重 各位可以看到 這三重全部都ok了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要來全部了 全部的話基本上 只要再加兩行 就完成了 不過為了要加這兩行 那你可能要非常的小心 因為雖然兩行很簡單 但是你要加對地方 要怎麼加 最後我們把這些講完 一 你應該要加到什麼 這個檔案有沒有 open的上面 那我們應該怎麼樣 三重就不應該 它將來會給我們三重.txt 然後下一個可能中立.txt 一直到 可是我必須要透過 有一個 有沒有 像os.work的一個方法 那這邊的話記得你要打一個 之前有打過 for 它會回傳給我三個東西 一個叫root 一個叫dir 目錄的所有 bis 第二個的話叫files files 然後後面加一個in 在哪裡 它會用os.work的方法 然後你就告訴它一個路徑 後面加一個冒號 路徑的話我們就直接拿這個來 就是全省郵局地址 後面加一個後雙引號就可以了 我把那一段放過來 基本上就是幫我把目錄 而且前面加一個小r 其實就是哪一個 就是這個目錄 就是我們這個目錄 上面這個wis 然後給它 但是記得上面一定要import 豆點os 因為os它不是內建的 它必須要外部import 第一行 那第二行的話enter一下 我先enter enter之後的話 那記得呢 再把這個 它會把這個目錄裡面 所有的檔名 就是這個目錄裡面的所有的檔名 怎麼樣 變成一個串列 所以這邊25個 它會變成一個25個的串列 丟到files裡面 所以這個files裡面就是一個串列 那我們必須怎麼樣 把它裡面的串列一個一個拿出來 那打一個什麼for for each的寫法 這邊的話打一個for for name 我把它這邊建一個name的變數 印哪一個呢 印這個files 就幫我把這個files裡面的所有的東西 幫我抓出來 接下來 把這個三重.tsd改成name就可以了 特別注意 關鍵來了 請記得 把f open意思到哪裡呢 到excuse menu 這幾行怎麼樣 縮排 因為它必須是在 always.work的下一階 跟name的下一階 我們的name 再來的話呢 就是把它放到這邊 最後記得修改什麼 這個 三重.tst 把它切割 不過它剛好在最尾巴 所以把它delete掉 然後 delete掉 加串接 串接什麼 串接個name就可以了 那因為呢 我們這邊有串接 所以不能用小r 如果你有串接的話 你就一定要什麼 改成兩個 兩個反斜線 你就不能直接用個小r 因為經過串接 它不允許你用這個小r去幫你轉換 所以這邊一定要自己變成兩個 所以比較麻煩 好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程式就寫完了 ok 其實沒改很多地方嘛 我大概重點回顧一下 一 改這個 二 改這個 所以這兩行非常重要 以後喔 如果你希望把某個目錄裡面的所有檔案呢 通通抓出來 做 塞到資料庫動作 這兩行 很好用 ok 而且不難啦 再來的話記得縮排 縮排的位置在execute menu 到 那個開檔這個區段 按兩下tap 這樣就ok了 好 程式呢就寫完了 寫完來execute看看 如果成功的話 那表示 就 很厲害 ok 好 執行一下 看要不ok呢 執行了 而且瞬間喔 不過它真的蠻快的 25個檔案喔 一下子全部呢 通通倒進去了 而且不到一秒鐘的時間 全部的data 都自動列出來了 因為現在電腦都太快了 ok 全部都進來 那如果說你將來呢 你想要查什麼 查某一些 比如說某一條路上面有沒有幾個郵局的話 當然未來其實應該喔 開放之後應該也會給坐標吧 可能經緯度 甚至你還可以結合Googleman 可以打地標 附近 然後甚至可以告訴你 附近哪一個郵局 離你最近 甚至是步行距離啦 或者是開車距離等等的 那就非常好用 所以你也可以寫個類似這樣的程式 告訴你附近 離你最近的什麼東西 ok有沒有 如果有的話 哇應該很方便吧 只是說 就是你要去想 這就是一種service 好把畫面還給各位 試一下 所以呢 最後我們有一個叫 把那個前面的合併全省郵局地址有沒有 把他做改寫 最關鍵的地方喔 就是把單個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以後練習 我建議是先做一個檔 再全部 這樣子 基本上保證不會錯 ok不要說一下野心太大 因為如果一下子喔 你會發現 光看你都看得很辛苦 沒有你就先做一個 ok了 多個應該也不困難 多個的話其實你會發現 真的很簡單 加兩行 兩個fold ok所以這兩個fold 我是強烈建議你可以把它寫下來 寫在筆記本 或者寫在任何地方 以後只要想到就是說 你要把某一個 目錄裡面的所有檔案 包含檔名跟副檔名提取出來的話 用這兩行 就搞定了 真的不困難 我覺得這個Python 這地方真的還蠻 蠻清爽的 而且真的太簡單了 以前如果用別的語言寫喔 哪有可能兩行 兩行都只是宣告而已 都還沒有真的在做事情 可能寫個20行都還不見得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地方我是覺得 Python在程式的簡化上面喔 真的有他讀到厲害的地方 ok 另外就是你們 剩下就是你要去了解程式的那個 運作的基本流程 然後熟悉他的語法 再慢慢就是找一些方向 找一些 看 找一些類似相關的作品 我是建議你們的一些作品 以後可以demo的話 那以後你要進到 這個領域的話會越來越簡單 因為現在這個領域喔 最重要還是眼見為平啦 所以喔 有沒有辦法想一些東西 反正以後人家說 欸你可以demo一下 你帶你的筆電吧 喔 我筆電可能最好也是要make 去感覺就是不一樣 是不是 沒有我 這也不是開玩笑的 是感覺 因為你至少你願意投資吧 對如果你拿一個爛爛的筆電 人家說 我現在要找一個工程師 就拿一個爛爛的筆電來 ok 所以 這倒也是行頭吧 我覺得喔 就像你那個藝人要 至少就 要自裝一下吧 ok 所以你會把那個藝人 那個每個月花費在這上面 哇都很可觀欸 ok 這錢自投資 不是叫你每個人 下一次三個每個人都make ok 只是舉例子喔 就是盡量能夠 在一些那個 裝備上面 ok 然後他可能會讓你秀一些東西 也許你就秀 欸其實如果你也能夠秀出你 然後並且能夠講得出 所以然 這就是我們要的人才 ok 來個月 嚇 嘗 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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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